思琦妹這日和張家瑩一起坐著電單車出巡 大家不要看她好像有弱質纖纖 原來她也有野性的一面 她就說有想過去學電單車 我說過給媽媽聽說想考的 但她第一時間就這樣 她就會很擔心 其實我也想學到一件事 但露面情況也不會開得太快 如果在路線也不能太慢 最重要是自己有關心 現在都做了媽媽的楊思琦 應該都可以體會到媽媽當年的苦心 說到她三歲大的女兒暑假有什麼 思琦妹就說女兒最近經常說很多可愛 尤其是她上班的時候 女兒還說要跟媽媽一起上班 她現在就說要上班 你太小了,你先上學吧 有時不穩,你會否一起拍廣告 都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大了 帶她去不同的地方 她都會多些見識,看多些東西 都可以的 女兒 要看更多的是 小朋友大部分 尤其是 背後 旅行 有時 大師